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台湾的雷永芬同修 与我们分享十多年久治不遇疼痛难忍的乳腺疾病 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后神奇痊愈 心灵法门可谓是末法时期的殊胜法宝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谋大慈大悲广大灵感官司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军红台长 感恩秘书处过位师兄 感恩菩萨给我这次机会 能让我在这殊胜的法会 分享我学心灵法门的灵感体验 感恩 我来自台湾 我总觉得有病就是要看医生 但是说真的 我因为这问题 几乎把医院当作厨房再走 确然不见改善 医生总是开止痛药给我 也许所谓的缘分到了 在我迷茫无助的金黄中 我妹妹跟我说 末法时期 大慈大悲的官司音菩萨 下来人间救度众生 你只要跟着卢台长好好修 官司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真的可以让你多年来的病痛好转 这句话好像开了我的智慧 我像是抓到了一颗救命的药槽 我赶紧问他 我该怎么做 他马上给了我台湾同修的电话 让我与他联络 隔天我便与台湾师兄约好见面 师兄还很热心 帮我准备好所有书籍 连点小房子的红笔都帮我准备 内心真是感恩万分 回家后 我立刻照着师兄所教 与妹妹所说的方式 开始做功课 许愿念小房子 短短的几天 我乳腺真身 走路会痛的问题 竟然消失不见了 我这才体悟到 原来这是我的业障 我此时不修心灵法门 更待活使 去年11月5日 我开始做功课 练小房子 没接触心灵法门之前 喜欢增强好胜 从来容不下别人的意见 也正因为个性如此 也正因为个性如此 以先生的关系很紧张 吵架 冷战 世家常便饭 晚上常常睡不着觉 愿老天爷不公平 接触心灵法门 念了一个月的功课 给自己打胎的小孩 给自己的药金者 送烧小房子 您念的事情又发生了 我先生从我开始念经 就不支持我 在家念经 他还会来打扰我 共修时 师兄们让我念解决奏 念哪一段时间 他不再反感我念经 反而全力支持我 一心专修 慢慢的 我以先生的感情 与日俱增 到现在 家已经没有了 火药味 我与同事之间的感情 一见改善 尤其与我意见相左的 非常不融洽的同事 我们现在是 无话不谈的工作伙伴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 我每天必看 师父的百话佛法 每天一有时间 就听师父的录音 感恩如父般 教导我们的师父 百话佛法 深入浅出 浅显易懂 当自己心情低落迷茫的时候 看师父的百话佛法都能找到答案 一天天来修正自己不好的行为 在工作中 之前会对有些人 有些事 看不惯就会直接讲出来 而造成了彼此之间的矛盾 与冲突 感恩师父的教导 人世间只有因果 没有对错 当你看不惯别人的时候 是自己修养不够 也领悟到原来退一步海阔天空 人要尝怀感恩与慈悲心 也以此带动了家人与同事之间的友好相处 现在每天都法喜充满 睡眠质量也改变很多 身体健康也日渐好转 我是活其幸运 在这末法时期 能够修心灵法门 跟着卢台长的脚步 依教奉行 依门进进 师父所教的三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都是让我们消除业障 最快捷的便利门 感恩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无私奉献的师父 感恩许多帮助我的同修 今生今世 我雷永芬 一定跟随观世音菩萨 与师父修心学佛 做菩萨的牵手牵眼 弘法度人 今生今世 永不退转 在此也祈祢 在此也请菩萨保佑师父 法体安康 常住正事 让更多的人 能闻法修行 谢谢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四川的王柯如小同修 与我们分享 年仅12岁的王柯如小同修 在结缘心灵法门保书之后 全家奇迹从收获中化险为夷 身患致命疾病的母亲 学佛念经之后 身体奇迹好转 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各位同修 各位为法会忙碌的同修 今天到场的佛菩萨 以及我们的恩师奴君洪台长 大家好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奴君洪台长 感恩诸位菩萨 感恩农天护法 感恩为本次法会心情不出的同修们 我叫王柯如今年刚满12岁 学佛刚刚满两年 出生在成都一个平凡的家庭里 虽然不富裕却很快乐 我一直认为这是最温馨的家庭呢 然而在2010年 外公第一次进医院做开胸心脏手术 然后妈妈又被查出肺气泡再次破裂 医生说这两种病都可能会逆人致死 接着家中不再有欢声笑语呢 经常听到的是一阵阵哀声叹气 这还是第一次让痛苦与悲伤感 同时出现在我家 看着但人们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整个人是无助无奈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时 我都觉得是挺难受的 父亲看见了之后特别心疼 本来都想把去重庆湖北 将心等无审一室的旅游的事给取消 但妈妈却固执地说 这次旅行计划是早就安排好的呢 不去会很遗憾的 于是在2012年6月份 我们一家三口 当时妈妈还拖着病体 却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女徒出发 当游南杭州林影寺的时候 我无缘结缘到了佛法经文集和佛学问答 但我们当时对这些经书没有太在意 在此我要向大家说明一下 我从小就喜欢在寺庙里面 结缘佛法书籍 但这是为什么自己也找 无法找到答案 当我们游南观世音菩萨到场普陀山时 又凑巧是2012年农历5月15日 仿佛在那里仿佛是在冥冥之中是早就安排好了的 我们又结缘了两本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和卢君红台长的书籍 天地人白话佛法各一本 对于这些经书以后会跟我们带来什么 我们仍然一无所知 在回去返回的途中 我固执地要去看重庆凤节的百地城 父母因为宠爱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由于心急便连夜赶怒 再加上前一天的脑盾 所以我们在离乌山不远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 当时是妈妈在开车 她在时候告诉我 那天晚上11点左右 在途经一个转弯的时候 她按正常操作行驶 那窗上怒装饰大脑确实一片空白 看见前面是一片白色 车子莫名其妙地打转 在创断了路边一个公路水泥标之后 就冲入了路间下的汉田中 而这次车祸从当时地的地形来看 是非常危险的 震动力相当大 而坐在车站的我们却没有受伤 而当我们在打开后备箱的时候 大吃一惊 我们在景德镇买的两个大花瓶 完好无损 一本本经书静静地躺在后备箱里面 这个已经算不幸中的惯性了 当第二天当我们查看路况的时候才发现 我们在事发当地往后推的十几米 有个大道能吞死我们车的漏斗大坑 当驻车把我们 把车车转移开那条路段的时候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在往出事地点的几百米过后 两处都是悬崖 听突出司机叔叔说 这里是事故多八点 而且一再地说 你们真很幸运 早一点就掉进坑里 晚一点就掉在悬崖上 反正都是有去无回 可想当时我们 我和父母的 听到这话的只有后怕和幸运 但我们人没查出原因 直到我们接触台长的法门 看到一个个鲜明的胜利 而且跟我们的胜利差不多时 我们才狂然大悟 是那些经文书 佛教书和白话佛法天地人 帮我们挡得大灾 这一刻顿时让我燃起了学佛的信心 2022年八月初 我那妈妈的引导下 就开始念经了 我们每天都会做功课 看着妈妈的身体一天天的好转 事实如妈妈心愿所成 妈妈修得更加努力 我是看在眼里洗在心上 和妈妈真正看 卢俊宏台长的书籍 一起听台长的录音节目 每次和同修分享时 我都会真正去讲解 有时还会提醒妈妈去度 有缘人 在修佛之后 我们全家又恢复了欢声效语 妈妈取消了 已经依赖了很久的氧气机 恢复了她健康的身体 有时还参加各项体育运动 这都是念经放生许愿 三法宝的效果 记得医生曾说过 像妈妈这种病是终身富贵病 不能生气 不能干重火 不能太难往内 若是在发病时 那就是越难越频繁 越难越严重 直接威胁生命 而且治疗只有动手术和自行保养 两种方案 动手术要开刀 而且不能保证手术治疗 而如果是自行保养的话 那就意味着 家里只能靠爸爸这个顶疗柱的话 这样下去的话 家里将不再有欢声效能 所提到的将是一生生的哀态 可现在妈妈的病居然好呢 通过那次我们一家在乌山 乌山化醒为宜的事 接着就是妈妈通过台长 教我们念经放生许愿 这三大法宝 妈妈的病好呢 家世世万新充满了想和快乐 这让我修佛更有了信心 觉得修佛中再苦再内也值得 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但并不是说放下屠刀就能成佛呢 而是放下屠刀呢 您就有成佛的机会 我们不是念经后就可以回家 而是要自己争修持修 把自己恶习改掉 才能随恩师卢军红台长回家 回到我们 回到我们阔别已久的家 回到观世音菩萨的身边 通过这件事 我想用台长的一句佛音佛语结尾 那就是人的身体好比汽车 用字就少一次 人的灵魂好比司机 驾驭着汽车前进的方向 好司机行天道 坏司机行恶道 这一定均由心所造 所以学佛要明白这些道理 在人间要用思维和精神控制肉体 才能少准弯度 让命运顺利一些 是啊 观世音菩萨为了众生 为了为了为我们建造这个法门 就是要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 共拍四圣啊 我们要好好修行修行 看穿人间的贪嗔痴 不要在人间苦海受苦 这样才能回到我们的家 四圣道和西方极乐世界 感谢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感恩何时 感恩大慈大悲观青莹菩萨 感恩卢彤红台长 感恩诸位菩萨 感恩农天护法 感恩为这本次法会 心情付出的同修们 感恩道场的同修们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大连的 李淑英同修 与我们分享 身患肺癌中晚期 多处转移扩散 并多次病危的李同修 在遇到心灵法门之后 绝处逢生 肿瘤神奇消失 创造医学奇迹 让我们掌声欢迎 雨过天晴 因为有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卢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 卢台长 我是中国大连的一名 普通信众 在这里 我首先要感谢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卢台长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于2011年被查出了左肺癌中晚期 于2012年3月做了手术 2013年4月 被诊断双肺终革 广泛转移 食道气管已长满了肿瘤 血压三级极高危 在住院期间 我三次病危 当时的我真是觉得青天霹雳 眼泪如流水般 不知流了多少 甚至有时 有过轻生的念头 总觉得自己很委屈 平时只为别人付出 总为别人考虑 此生也没做过什么坏事 为什么老天就让我 得这个恶病呢 想不通 走投无路 不知如何才能改变 自己的命运 走出困境 我很无奈 想到还有80岁的母亲 需要我 我很痛苦 我多次大哭着跪在 我家的佛台前 求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能够救救我 2013年5月的一天 当时我还在住院 我的邻居 也就是我现在的同修 赵燕华来到我家 送给我了一本 卢台长的白发活法 还有台长看图腾的视频 并告诉我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我当时真的非常高兴 因为我在20年前 因为机缘巧合 请了一尊观音像和一尊财神像 每逢初一 十五 我都会上香拜佛 但是从来没有念经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的念经 2013年6月我出院了 由于放疗的原因 身体十分的虚弱 刚开始连念大悲咒的力气都没有 感觉特别的累 但我不知为什么 心里有一种感觉 一定要学心灵法门 感觉心灵法门太适合我了 后来我就慢慢的念经 看台长的白发活法的书 再往上看台长所有的法会的视频 由此更加深入了解了心灵法门 我知道了怎样做 才能改变自己 改变命运 看见视频中的台长 总有一种私诚相识的感觉 特别特别的亲切 和亲人一样 台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佛法 指点众人 消耗自己的神通 为大家看图腾 让大家感悟 以念经和许愿 放生的方法来消除众生的业障 使我们这些迷途的人 明示里懂因果 我只后悔没有更早地学习心灵法门 如果早一点知道 我就不会做错很多事情了 自从学了心灵法门后 我的心态由原来的不甘心 不理解 转变成了诚心的忏悔 记得有一天 我虔诚地跪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像前 留着脸里忏悔着我的过去 我前世 今生 做错了许多事情 造成了现在的业障病 我错了 我诚心悔过 从那以后 我每天做功课 坚持念小房子 放生 许愿 从三天一张小房子 到每天念上两到三张 奇迹真的出现了 有一天我做梦时 梦到了台长 台长对我说 一定要精进地好好修 同年七月 复查结果显示我的食道 气管肿瘤 全部消失了 中格淋巴上的 也明显缩小了 我当时喜极而泣 觉得自己重新活过来了 随着身体的不断恢复 我也增加了自己的功课 八月时 已经能够熟练地 背诵大悲咒 心经 往生咒 欺佛灭罪真言 每天除了做自己 本身恶性病 应该做的功课 再继续念小房子 每次烧完小房子 我都感觉身上像卸了包袱一样 轻松很多 特别神奇的是 八月末九月初的一天 我给观世音菩萨上香念经时 我突然感觉眼前一道金光 越来越亮 好像从门上出来一位穿仙女衣服的人 越来越倾促 当时的我都不敢睁大眼睛看 生怕这场景没有了 只是只见这位菩萨的两手 像挥手一样 这是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像飘了起来 而且浑身发热 再后来 菩萨慢慢地离去 当我坐下来看白发合法书时 发现书中的观世音菩萨像 不就是我刚才看到的仙女吗 我高兴极了 觉得刚刚是菩萨现身来救我了 十月份 我又做了一次例行检查 所有指标全部合格 高血压症状也消失了 连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 今年马来西亚 今年马来西亚法会 卢台长斯贝收我为弟子 让我在佛光普照下 更好地修心学佛 做人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度己度人 我现在已经吃全素了 至今我已念了1200张小房子 感谢菩萨妈妈 没有放弃我这个罪孽深重 懒惰懈怠怠的孩子 还能如此加持我 我发愿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卢台长师父 给我足够的能量 能让我慈悲心多一点 忏悔心多一点 思念少一点 保佑我法喜充满 将来回到观世音菩萨的怀抱 我愿用我自己的余生 跟随卢台长师父 修心修行 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一定一门精进 好好修心灵法门 永不退转 感谢菩萨妈妈 感谢台长师父 因为有您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卢台长 我有救了 雨过天晴了 最后 祝师父身体安康 弘法顺利 永祝人间 谢谢 谢谢